海巡署爆发了一次诈领公款的弊案 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变 常年利用不时核销单据的手法来诈领公帑 而且还涉及卫造文书 调查局他们在昨天兵分多路 搜索了海巡署 基隆队等十个处所 而且约谈了七八名海巡署的 士官兵道案说明 全案在经过检方漏页征讯 目前大多数的队员都已经无保请回 不过还有人在复训中 面对越界捕捞的中国渔船 海巡队员冲锋陷阵 不过现在海巡署却惊爆 疑似发生诈领公款弊案 调查局接获勤资 表示海巡署的内部人员 疑似长期利用职务之变 以不时核销单据的手法 涉嫌诈领公帑 并涉及卫造文书等罪嫌 调查局在二十二号兵分多路 搜寻了海巡署基隆队等十多个处所 约谈了七到八名的海巡署士官兵道案说明 全案经过了检方的漏页征讯 目前大多数的队员已经无报请回 但也有人还在复训中 其实过去海巡署暗巡总局 也曾爆发官员包庇渔船走私 中国渔货案 涉嫌放水或是故意搜证不全 这次又爆发一次诈领公款的弊案 若最后调查属实 恐怕重重伤害海巡公正的形象 华社新闻 庄宇杰梁洪志台北报道